5号要他妈祝今天了 就他妈挠血涮了 我们就在手机上挂 预约一下就完了 那还行 会的方便 会 预约跟钱都一样 主任20 就是不治主任的10块 到已经岁数了 有时候待着就没出来 查一下 说你个一下 有毛病 你看我这一壳子 二十多万人里头了 花了二十多万人 那有吧 他这个自费吗 有自费的 有一大部分都是自费的 对 他有的药是不自费的 对 他跟你讲明白 这药就适合你这比较 你打不打 这药是自费的 你就得打呀 您真是得好好恢复 那可不是吧 你说那怎么办 你说光说几十万养老的 你这一看病的话 不到三十万二十多万 你自己花了多少钱 我自己花了十一二万的 应该 可真太少了 我打的全自费的 对 那天我7月4号出院 我5号要他们住今天了 他们脑袭霜 我躺着俩多月哪瘦了 人老躺着 你这二十一包子 他天天给我打肚疑症 就防止我的血压来 对 他是有这种情况 对啊 说完手术人家为了伤口愈合 得打那个凝固的那个 对啊 把我这个什么给打起来 这叫什么雪椒板 知道什么 是 雪椒板正常人的两倍 就是二十一包子 打了 打以后 后来他跟我说说 你要出院就容易造成血涮 对 自费的 你得怎么办 你再住 再住下去 我住不了了 真的 烦死了跟着 是 他不用了 让你回去 有什么感觉不好 你再来找我来吧 是 我4号出院 我 我给谢大夫 去4号里面天 我说你赶紧回来 赶紧打一车回来吧 我说就这么近 我打什么车啊 溜达回去吧 溜达回去 让我住院了 又打那个 停车管的那个吧 对啊 又那好 全自费的 嗯 那住了10天 现在一点毛病都没 一点毛病都没了 那挺好 您那个是因为比较及时 一个及时 他那个大夫啊 后来那个 10楼 我原住10层啊 就10层这个主任 也上9层去了 嗯 把这情况呢 跟那9层的主任也说了 嗯嗯 知道吗 9层主任说 那什么吧 嗯 请我明白怎么个意思 嗯 说呢 咱们这有一种进口药 嗯 进口药呢 但是自费的 嗯 这种病呢 特别适合你 嗯 就这个药特别适合你 这种病 嗯 他说你考虑考虑打不打 我说你打呀 我说你这事儿 别跟我说 跟我媳妇说 嗯 因为我不懂这些病 我没住院 我不懂啊 后来给我媳妇打电话 打夜里的 我媳妇吓得夜里 不敢接电话 以为我没了 那是 不用 夜里一点多钟 不用 媳妇不敢接 不用不用 我来给孩子叫去了 孩子接电话一接 够够了 我说你别害怕 也别紧张 说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先摸个头 说你家这先生呢 又发病了 说那这儿有一种药呢 嗯 二百块钱一袋 嗯 嗯 但是呢 得打 连续打 七十二个小时 都满着 满着 大概意思 就这意思啊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 说行 说有没有危险 我媳妇问的 说没没什么太大的危险 想法都不带你 就是百分之 嗯 二百个人里有一个出血呢 容易脑部出血 是 我打不打 我媳妇说打不 那得给他打 二百人那儿 那儿人手要赶上他了 是 我打吧 嗯 就打了开始 打完以后 在买酱油的酱油 那大夫跟我说 让你时间出院 保证让你时间出院 是啊 打了三天就好了 有什么办法都没了 就完了就跟那儿养着 快速充血管 他不知道他什么进口要了 这酱油呢 是 他打了一个大泵 大泵里注射 那就恢复好就行 对 毛儿养着吧 对 我身体棒着呢 行了 你身体病口不凉了 好